我早已过了儿童的年纪 俗话说得好 男人至此是少年 儿童节到来之际 我也给自己准备了一些礼物 我在拼桌桌上买了一堆玩具 真的是一堆 而且它是论金卖的 90块钱用5斤 送你 主要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玩具论金卖的 而且还特别便宜 我看商家给的图片上面 有很多好玩的玩具 有玩具车 变形金刚 芭比娃娃 拆之前我们先称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骗我 有没有足够6斤 这是1.9公斤 也就是说3斤8两 这个重量是1.45 也就是2斤9两 2斤9两加3斤8两 不具箱子的重量 应该没有骗我 赶紧拆个盘子 真是迫不及待了 是一个 在车总动员里边 就一个吗 不是 我以为会有很多玩具 结果这一个里边 就给我装了这一个是不是 闪电麦克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做东西买了 但是我没买电池 我没想到是一个遥控车 但是这个遥控车 整体感觉 车的质量 我感觉是一般 因为它这个很轻 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重 而且它上面这些 按理说都应该是喷漆 结果它贴的是贴纸 你看这个地方 贴膜都贴不好 都有气泡 都没挤干净 跟我想象的有偏差 因为这么大箱里 只装了一个 让我有点失望 我们就看看 第二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走 这个里边好像有很多 完美 这个像不像小时候 就是正月十五提的灯了 这是奥特曼 这也是可以按电池的 Oh my god 看看这稀少的头发 我都看到它的颅顶了 这娃娃放家里 这个回头摆门口辟邪吧 好吧 这个娃娃说实话 哎呀有点扯 这个就好玩了啊 变形金刚 绿色的 能变成啥呢 这是变飞机的 给大家变一个 变个飞机 看一下 下一个啊 这个 加特林电动泡泡腔 帮我拦会儿啊 看一下 Wow amazing 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 赤蛇蒙落 具体是啥玩意儿呢 陀螺 这是个陀螺 哇还送了我一张光盘 光盘就是估计是里边的动画片吧 因为小时候我也买过嘛 去吧赤蛇蒙落 车 车 车 总动员 又是这两个车啊 里边这个大板牙 我知道 我觉得我今天雪赚 90块钱 搞了这么多玩具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个回历厂 惯历厂 奏 把电动动动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